文字方塊 我們接下來來談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在321軟體裡面好像叫圖文框 圖文框 那你可以選擇插入 裡面有一個圖文框 文字方塊 然後可以選擇 你要插入的位置 比如說我在這裡 要插入 ODF 教育 你輸入完一樣可以調整所有的 字源與段落設定 這些我就不做特別的調整 然後設定大一點 這個是一個框你可以到處移動 可以到處移動 這個叫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如果很多的時候有順序可以調整 上一層下一層的 一個概念 或者你跟圖片有 圖層概念的時候你就可以去調整 所以 你可以在插入裡面 找到 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裡面去找 那如果在 工具列上面你可以找這個 文字方塊 選擇這個 然後去拉你需要的文字方塊 這樣就可以插入你需要的 文字或者是 一些 你需要定位的 我們有時候比較常用到 這在定位 例如合併列印啊或者是什麼時候 你需要他定位的 比較精準然後又需要有時候需要微調 你不用 不用依靠格式的方式在微調 你直接去拖移他的位置就好 這是文字方塊的運用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